《全民造星》 參加《全民造星》的得著 首先認識一群好朋友 第二就是參加《全民造星》的過程 有很多老師的叫故 有很多老師的教訓 學會如何重新認識自己 有機會去了解自己的特點 發掘自己的場所 然後最重要的是 因為參加《全民造星》 也明白到機會是心內分別 所以今後的機會更加要觸感 《全民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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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出道是怎樣? 糟了 今次是正式出道 但其實在參加之前的內地節目 之前也有出道過 所以今次在香港再出道 其實是很奇妙的一種感覺 好像是 只愛過 但又要再重新愛過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種感覺是很可愛的 是有新鮮感的 但是 又未去到很緊張 真的會死了一下背臉 又未去到很旁 新歌《若你跳舞》 其實是第一首的廣東歌 亦嘗試跳唱 亦用了很多 在韓國學到的 所知道的東西 的技能等等 去混合了 香港的一些文化 一些音樂的文化 兩個是混合了的 就是 任玉成這個《若你跳舞》 亦都是由 書文老師監製 林若寧老師填詞 他們都幫了我很多 就是 由一個 可能去到韓國 七年的一個年輕人 怎樣去重新 叫做 香港的音樂文化 的特質 怎樣去配搭 可以做出這個作品 我反而是想藉著 做2020年的新人 就會嘗試更加多的曲控 亦都會日後希望以更加多的作品 更加多不同的風格的作品 可以展示給觀眾看 即 不希望一下就會 會定死了一種的曲控 我覺得 每一件事 都是一種新的挑戰 我覺得 玩音樂 是 真的很多元化 很多東西可以玩到 亦都很期待 日後可以和其他 不同的監製老師合作 我沒有特意想要有一定的形象 反而我希望 以 應智月工作室 應智月 真的以最努力的姿態 最用心的作品 反而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反而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觀眾覺得 應智月工作室和小貓 帶出的作品是用心的作品 現在進入了樂壇最想達到的目標 去做每一首歌的時候 去認真做好它 只能夠是用作品去說話 希望是有自己的風格之餘 亦都吸引到觀眾 最希望是這件事 若你跳舞 要你能見我 要你能見我 要你能見我喜望 那個個衰氣吐吐 這個性格吐吐 我要叫你跳出呼召 簡約生活 自活不凡 崇尚為簡 大家好 我是應智月洗貓